近美牛之後 加拿大的全越林牛肉也將要開放了 食藥署依照了風險評估報告 如果消費者只是加拿大的帶骨牛肉 每一百一人當中 大約是只有二點二次人 可能會感染到狂牛症 但是有醫師就提醒了 這個風險是動態的 未來如果是有新的研究 或是有出現新的狂牛症病例 就是要重新進行風險評估 台灣與加拿大二月正式啟動 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談判 兩國關係升溫 談判內容中包括開放 三十月零以上的加拿大牛肉進口 食藥署在二十七號預告 將開放加拿大全牛林牛肉進口 預告期有三十天 這回食藥署也同步公布 加拿大進口牛肉相關產品健康風險評估 報告 若以最壞的情境假設 也就是消費者只吃加拿大牛肉 終身感染狂牛症的風險分別為帶骨牛肉的 每一百億人裡約有二點二四人 才有可能感染狂牛症 如果是牛內臟 則是每一百億人裡約有六點六八人 才有可能感染狂牛症 但醫師仍提醒 風險是動態的 未來若有新研究 或是出現新的狂牛症病例 就得重新做風險評估 事實上早在二零零六年我國就開放三十月齡以下 美國去骨牛肉 零九年再開放帶骨牛肉 二零二一年進一步開放全牛齡 而加拿大進口則是零七年開放三十月齡以下的去骨牛肉 一四年開放三十月齡以下帶骨牛肉 如今將全面開放 不過確切上路時間食藥署還沒確定 記者為邱福財推報導